十二豬 看一下他的腳 大家好我是阿德 歡迎收看東西東橋西橋 今天其實是我們歡迎 E.T.J.的一集新聞 他們的小兵竟然來 他們也長時間在外面噴波 身體上其實都蠻緊繃的 那今天我就來幫他們喬一下吧 我覺得應該 回得了家吧 我覺得這一趟應該是陸進舉台 對 我們先看他的腳的狀態 喔 他的距我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他的腳 你看他視覺上大概差個0.5啦 有耶 左邊比較長對不對 來囉 看一下他的腳 來 你看我剛剛是不是都沒動他 所以就變成說 他上面就是不平均 所以導致他有時候感覺 喔 身體是歪一點 腳結我 來 你的腳眼睛完全是 這差超多的 你看喔 我這樣壓下來 你看看兩隻腳完全是 這隻腳超高的啊 蛤 我壓不下去啊 有有有 噢 他下去了 我快閃掉了 噗 噗 噗 那我們就看結果囉 好 輕鬆的往下 你有沒有發現很輕 怎麼會差那麼多啊 哇 是不是直接壓到底 我這個真的沒有在閃嗎 這個是真的 這比較平的嗎 對不對 太神了吧 也是不平均嗎 嗯 你看他這樣轉一下 是不是很順 對 左邊的話 有點 有點斜斜的感覺 往左邊旋轉 轉到底 這樣往右邊轉到底 OK 這樣就順著囉 好可怕 好可怕 來 你可以試試看 現在往前彎 你看可以彎彎彎什麼程度 好 你們現在可以拍他 現在到的那個角度 好可怕 好可怕 吃吃看資料前彎 可以吃吃吃 哇 不要太好 而且不會很酸 你可以摸到地板嗎 你再用力看看 哇 Amazing 我這根本不用換角 我東西都看得出來啊 這邊比較大 這邊比較小 好 算不算 開始囉 好 完了 暖身才這樣 這是男 女高音 我調太低了 不好意思喔 再給我講 你眼淚是不是要飄出來 真的嗎 而且這個眼淚啊 有時候不是他想哭 是他眼面整機 沒辦法控制的哭 每個人承受都不必要 這好像有點男的感覺 要繼續嗎 對 好 不然你意思說歪一邊 這樣不太對 好痛 這一定很醜 怎麼辦 好 我幫你擋住 好 我幫你擋住 好 粗暴的男生 揍一拳的感覺 我遇過很粗暴的男生 其實他是把他丟他的 還有他的肌肉群 最主要是讓他的臉型 比較正常一點 那我們有時候要咬球的時候 咬比較硬的東西 他這邊肌肉就會慢慢的習慣他 就越來越緊 他當然這時候就變不平均 有 真的有耶 真的是馬上有擦耶 下巴那邊 我好漂亮 你看他的臉 沒有真的擦很大 真的擦沒有很大 嗯? 想好啊 幫你的要好好找一下 那我們就量這個 94.3 好 我們來看結果啦 你等一下可以先看他前後比對有沒有那個 原則上會有那對 OK 很好 923 好 我們來看結果啦 你等一下可以先看他前後比對有沒有那個 你只要想像你的脖子是往前的就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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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看他的肩膀也是 好像往內咬的感覺 這樣的感覺 然後你脖子往上 然後你脖子往上 往後仰 你的也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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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再回來 有時候有一個問題想請 請說 你度比較重的人 你會不會更難 你會不會更難 我想他最高是138 135公斤 然後200公分 所以你這個算還好 我覺得沒有那麼不自在了吧 而且你看他這個肩膀也比較順 他側邊這個地方也 蛋多啦 你脖子一樣正常 沒有正常 好 我再幫你調一下 好 OK 這就整個過來了 真的耶 脖子往上 是不是過去了 哇 哇 我看得到這個 我看得到這個涼了 謝謝老師 來 辛苦了 哈哈 哇 今天非常謝謝Edwin老師 幫我們小朋友們敲一下 我們這邊也準備了幾個網友 會好奇的問題 請老師幫你解答 好 沒問題 整副經濟其實我從大概 九年十年那時候就開始碰 類似這一塊的東西了 那 因為其實他當初不是把他當職業 他是把他做義工 去做幫別人服務這件事情 我本身其實自己身體也是不好過 就是有痛過啦 那就剛好因為小孩碰到我第一個老師 他幫我弄了 神奇的事發生了 然後就狀況越來越好 你看他幫很多其他人去調理 甚至誒很誇張的 都覺得說這根本就不可能啦 奇蹟 讓我萌生這個感覺 誒其實這個東西可以幫更多人 在生活過程當中 生活知識就已經有問題了 譬如說我的手這樣舉起來 這樣算蠻輕鬆的一個狀態嘛 可是你持續去 持續舉起來它十五分鐘之後 你會發現它肌肉是僵硬 你會動不了 它那個狀態其實就是類似這種狀態 那你就想像你每天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它這邊會被繃住 會吧 繃住的時候它就開始不平均了 這是所有來這邊的人都會問的問題 就是 是不是一次就好了 那坦白說 如果一次就好取決於你 回去之後 他的一個生活姿態 是不是能保持著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辦法每天就這樣挺遲的坐著 很難嗎 那這時候已經就有問題了 那只是說 如果這時候你加了一個翹腳或盤腿 那這個角度就會變越來越大 拉扯力越來越不平均 如果你本身維持得還不錯的話 其實它只是把它當保養的概念 大部分來這邊整副的人 其實Range蠻大的 其實從小朋友到長輩都有 他沒有說限定哪些人能做哪些不能做 只是在於專業部分 或是要依我們整副時當下的一個狀態去評斷 他這個狀態是不是能做 所以其實都有 我這邊其實最主要是想要讓更多人了解這一塊之外 不管各行各業 對於比如說身體這樣的一個專業領域 其實就是讓他這個東西是更曝光的去交流這件事情 現在這個行業其實只有一個很大的斷層 那也不希望說把這麼好的一個技術 把它去做實傳 當然也希望新的一些年輕人加入我們 把這個技術繼續傳承下去之外 還能去做一些工藝的部分 不可能單單只靠我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很有限 而且弱勢團體那麼多 所以我希望就是真的對於慈善 或是對於這個東西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加入我們 然後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謝謝 感謝